這是我最訪問的 他就說了 我終于當時的 變成一個師父 像我在這院 眼,還落會 是,我本身是從事這個行業 這個股東和民物的鑑定買賣做了幾十個月 我對於這方面我自己本身沒有興趣 因為我們聚集了那麼多的經驗 我很多時候就幫經營各方面做鑑定的工作 那你在保護民物經濟會裡面是加入什麼職位 我是他的民物的顧問 鑑定的顧問 那職權範圍或者工作在哪裡 因為他們通常收到一些人的捐贈 他們需要鑑定時間 有時他們的民物的賣賣 他們需要鑑定時間和價值 所以我就在這方面幫他們 其實鑑定民物的難度和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鑑定民物的難度其實都挺高的 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的研究理由 才可以很容易地分享 他們的時代 他們的出處 以及他們的價值 謝謝 好